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一千零六十一回 小丹塔 听得耀老的话不仅小一千等人一愣 就连硝烟都是一脸的恶然 显然他也是头一次听说这所谓的小丹塔 耀老笑了笑说 能够进入这小丹塔的人并不多 以前的硝烟或许能够勉强达到那个资格 要老笑了笑说 因为那小丹塔第一种要求 便是能够炼制出招来七色丹雷的八品丹药 同时灵魂必须达到灵境 小丹微微点了点头 七色丹雷 灵境灵魂 这要求确实挺苛刻的 在他突破到斗胜之前 炼制出了七色丹雷的八品丹药 确实是有些勉强 所以说以前的他都不一定有资格进入着小丹塔 耀老但笑道 这小丹塔里的人方才是真正的丹塔的核心啊 而也因为他们的存在 魂殿未曾对丹塔过多的过分 那里面的老妖怪都是辈分极高的 有一些即便我见了 都得弯身行礼啊 另外 以前的我也曾经在这小丹塔里待过 不过 不习惯里面的气氛 就自己离开了 小丹塔并没太过森严的规矩 出其意义 进去难啊 萧炎暗自扎舌 这丹塔果然不是表面上看见那么简单的 能够被称为和魂殿并列的势力 也的确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不过 你所说的联盟 倒也可能 丹塔和魂殿之间 远远比你想象的要恶劣 小丹塔中的人 也对魂殿 抱着相当大的恶感啊 好 在当年小丹塔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啊 当时的塔主 曾经收了一个弟子 这个弟子只用短短四十年时间呢 就超越了资历比他身数倍的老人 但后来呢 一次意外 却暴露了他的身份 谁也没有想到啊 他竟然会是魂族派的人 事情暴露了 当时的塔主念及师徒情谊放过了他 但结果却被那丧尽天良的家伙 暗中联合魂族强者出手 习杀 听了这话 消炎不由的有些苦笑 那位塔主的经历倒比药老还要更凄惨 当年因为此事啊 丹塔便与魂殿爆发过一场大战 但最后却损失惨重 不得不把这仇恨按下 这些仇恨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散去 只会越来越浓 所以说要与他们联盟对付魂殿 倒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嗯 消炎点了点头 眼中充斥着喜色 如同真的能够拉拢丹塔 形成联盟 那无疑将会的使得他们的实力暴涨 一下子就能进入大陆超级势力的行列中 日后即便是魂殿想要动手 恐怕也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见到消炎欣喜的模样 要劳忍不住的倒了一盆冷水 你也别高兴太早啊 小丹塔虽然对魂殿很是怨恨 但想要让那些老顽团同意加盟 也是拥有着巨大的难度啊 不管行不行 总归得试试嘛 消炎笑了笑 不管成功率有多低 他一定要试试 不然的话光凭着星云阁真的无法和魂殿抗衡 等星云阁的事情处理完毕 我便与你重去一趟丹塔 耀老抚着胡须沉吟了片刻 终于重重的点了点头 消炎笑着点了点头 耀老和丹塔的人那矫情自然比他深多了 有他老人家出面 想必要轻松不少 彩琳这时候沉声说道 除了魂殿之外 或许我们还能够拉拢花宗和焚炎谷 他们在中州都拥有着极高的声望 若是一起拉入联盟的话 必然会带动不少其他受到魂殿迫害过的宗派加入进来 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 也是相当可怕的 彩琳经过当初研盟的整合 他自然听出这种联盟将会带来多强大的力量 耀老淡淡的笑道 花宗之内啊 有着两位多年未曾露面的太上长老 他们二人都拥有着半生的实力 对于他们的存在 即便是寻常的花宗弟子都不知道啊 这两个老家伙当年欠我的人情 再加上 你和你那小情人的关系 要花宗加入 应当不难 哦 听到花宗中 居然还隐藏着两位半圣 萧炎也是大为意外 当初他去花宗的时候 可丝毫没感受到他们存在啊 耀老笑的笑 哈哈 能够在中州立足并传承如此之久 怎么可能没一些底蕴呢 就如那天明宗的天明老妖吧 耀老 辈分极高 当年也交由广泛 因此呢 对各个宗派中隐藏的老怪 也是如数加根 至于 焚炎谷啊 也没有你们看到那么简单 你只要记得 焚炎谷的创始人 曾经是一位不下于你 先祖 萧璇 强悍的存在便是 据我所知 焚炎谷内也有着一位老祖 此人拥有着高级半圣的实力 至于现在有没有真正达到斗圣 我倒是不太清楚 但在当年 他也是声名赫赫呀 焚炎嘴角抽的抽 这时候他才明白 以前他的确把中州上这些大部分传承 有些岁月的宗派看得比较低 能混到这种地步 岂有这么简单呢 焚炎谷那位啊 脾气颇为古怪 不问世事也好多年了 要让他加入联盟 倒也不是无计可施啊 那个老家伙年轻时受过极重的伤势 致使现在留下后遗症 若是解决这个麻烦 以他的性子 要焚炎谷加入联盟 倒也不难 文言 萧炎缓缓地点了进头 眼中浮现些许的热气 这些能够联盟的势力 实力都远远超出他的意料 若是最终能把他们真正组成一个大联盟的话 那么这个联盟无疑将会是中州上 一个超级势力 联盟的事 必须在静连 要火出事之前完成 萧炎的目光微微闪烁 静连 要火这等起火 魂族必然会出手 到时候若是没有真正的本钱 拿什么和他们争呢 光靠萧炎一个明显是不靠谱 蒙虎斗不过群狼啊 先祖萧璇用亲身的精力告诉萧炎 此话的真实程度 所以联盟是必须尽快解决的 星界之战伴随着萧炎的出关 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了 在这次大战中 无疑将会使得萧炎 以及星云阁在中州上的生命 达到顶峰 以一己之力独占三大半胜 两死一伤 并且呢 最后还惊动了魂族斗胜强者 亲自出手 方才令人了最后一位半胜强者 负伤而逃啊 这般战绩足以让任何人为之动容 在很多人的眼里 半胜那几乎已经是那种传说中的强者了 然而 如今在这等别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强者 却被萧炎直接杀了俩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撼 而自此之后中州上恐怕也不会再有什么势力 会小觑 这个算得上是新兴而起的势力了 而与金允阁的大体相比 明和盟却是无比的惨淡 天明宗之中唯一的一位半胜强者 也是折于硝烟之手 随行而去的大批强者呢 都葬身于星界之中 所有人都能知道 明和盟以后的日子将会极其的难过 以他们的实力 在折损了天明老妖这种巅峰级别的强者之后 已是没有办法再与金允阁抗衡了 在这种恐慌之下呀 不少原本加入明和盟的宗派 都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一些甚至连忙退出明和盟 想要与其撇清关系 这样一来啊 更令得明和盟雪上加霜 覆灭是迟早的事儿了 而伴随着中州 因为星界大战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星云阁倒是相当的平静 前几天呢 只是收拾的残局 这次明和盟大举来犯 也是让那星云阁有着不小的损失 不过这种损失与对方一比 自然是显得微不足道 平静持续了三天 然后星云阁的报复 便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正式展开了 面对着萧盈以及要老 两位斗圣强者所率领的星云阁的反攻 明和盟方面的几乎是彻彻底底的溃败啊 之中甚至连有效的反抗都未曾形成 就直接被星云阁占据了明和盟 也就是天明宗的总部宗门 而伴随着天明宗的宗主被萧炎一巴掌拍死 谁都知道 这曾经在中州上拥有着赫赫凶名的天明宗啊 彻底完了 在星云阁的反攻之下 明和盟连一天时间都没坚持过去 盟内之人就鸟兽飞赛 以往那些不断打着明和盟名头招摇撞骗的小宗派 瞬间改头换面 看见明和盟的弟子不仅不帮 而且还拼命的痛打落水土 想要以此来显示出他们对于明和盟的仇恨 对于这些个墙头草 星云阁未曾理会他们 攻破明和盟总部之后啊 大部队却分散开来 分别攻向那些明和盟之中势力较强的宗派 比如啊 冰河谷以及风雷阁 这等在进攻星云阁的时候出力颇大的宗派 这些个家伙啊 算是天明宗的爪牙 这次必然不会放过他们 这一次 硝烟和耀老 这是摆明了要拿下这些宗派 杀鸡静候 风雷阁 硝烟悬浮于天空之上 望着那陷入一片火海 急入混乱的山峰 眼中冲着淡漠之泽 他带领星云阁一支部队 一路向北 中途接连灭了好几个明和盟的爪牙 这种时候他并没什么联系之情 因为他清楚 如果当日他没有及时出关 那么以天明宗以及魂殿的手段 星云阁的处境将会比这些人凄惨无数倍 现在不是心思手软的时候 在这弱肉强食的中州 唯有强硬以及力量 方才能够一致长存 小妍 我风雷阁和天妖皇族交好 你敢回我风雷阁 天妖皇族必然不会放过你 半空上 被一位星云阁斗尊强者轰得吐血倒飞后的雷尊者 目光怨毒的望着硝烟 天妖皇族嘛 我与他们的恩怨 以后自会了结的 硝烟默默的看着那雷尊者 当年他第一次来到风雷山脉的时候 后者是他眼中高不可攀 一只手就能把他捏死的斗尊 然而现在 他还是个斗尊 双方的位置却已经不知不觉间 完全的调换了 我星云阁共有二十八名强者死于你手 当初你动手斩杀他们的时候 就应该明白 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 萧衍衍衍低头 缓缓地伸出手掌 对准了雷尊者 见到他这样的举动 雷尊者面色顿时大害 三千雷动瞬间施展到极致 一道道残影在天空浮现 三千雷动嘛 望着那一道道残影 萧妍却淡淡一笑 手掌依旧是轻轻地握下 伴随他手掌的握下 这片空间顿时彻底地崩塌了 远处一道残影陡然凝固 浓郁的血肉建设而出 那雷尊者连惨叫都没发出来 就被生生地捏成一团的肉酱了 缓缓收回手掌 萧妍看都没看那一团 模糊的血肉 目光一扫 不远处就有着一位 星云阁长老迅速地掠来 恭声道 少阁主 您所吩咐打听的韩家 已经有了消息 不知因何缘故 他们这些年似乎经常被风雷阁打压 如今家族的势力已经缩小了九成 只能沦为天北城的二流家族 倒是过得挺凄惨 门言 萧妍威威一愣 玄气黯然 眼中掠过一抹歉意 他能够猜到 韩家之所以会被风雷阁打压 恐怕多半是因为自己当初 和他们走得太近的缘故 这些年自己忙于修炼 倒是忘记了给他们曾经带来的麻烦 已经派人前去了吗 萧妍轻叹了一声 他并非是知恩不报之人 当初到中州 如果不是韩雪将就 说不定他就葬身在那沙漠里了 虽说后来 他帮韩家灭了天北城洪家的威风 但也同样 因为他的缘故 韩家这些人呢 方才会被风雷阁 从天北城的一流家族 挡压成如今这副落魄的模样 那名星云阁的长老 恭敬地说道 前长老三人已经过去了 嗯 萧妍点了点头 目光望向北方的天际 双手赋于身后 却沉默了下来 天北城 韩家 韩家众人目光错愕地望着 那突然出现的三位老者 这几人气息磅礴的恐怖 绣袍只是随意地一挥 并把前来几位韩家找事的强者 镇的吐血道飞出了庭院 躺在地上 不知自活 一名两并有些发白的中年男子 小心翼翼地上前 功声说道 在下韩池 韩家家主 不知三位前辈大驾光临 在男子的两侧 各自立着两名 娇羞修长的女子 其中左侧之女 一头银色长发 玲珑有致 看上去颇有点冷艳 右边的呢 看上去略微年轻 轻力的容颜 透着不俗的气质 这两个女孩赫然就是 韩家的韩雪和韩月 当初萧炎来到中州时候 遇到的第一个熟人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的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为书中之旅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声 tor